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打官贵人都曾是做上宾 刀口烧鸡是我舅舅教我的 他就那个药材配方教我的 陈莎莉 还有那个车轩有没有 对啊 现在陈莎莉都演那皇后了 陈莎莉我认识的 他们才再度想起了烧鸡生意 像我们的鸡的话 我们就是选用那个花莲的那个 黑鱼的那个防吐鸡 就是黑色羽毛那种防吐鸡 它肉质比较Q而且比较不会那么彩 它那个肚子里面的这个胸口 胸部这边味道还会比较难吃那个味道 就如果刚靠卤吃的话比较难吃那个味道 所以要抹一些盐增加它的味道 现在鸡汁内部抹盐后 还要用酱油上色静止20分钟 继续放入草果 花椒 八角等 十多种中药卤汁中 爪得鱼有些中药的味道比较重 如果加热多的话 反而那个味道会太呛 或者太就是那个香味会太呛 所以它那个比例要都要去 依照不同的这个属性来要去调配 其实这个卤汁比较不好用 是因为它必须 你第一锅它觉得没味道 它必须要很 因为我们这里卤了几百汁的汁下去之后 它那个卤锅才会越来越浓 然后我们要不断加新的药包下去 然后一直把它就是 一直添加新的味道进去 它才会越来越浓越来越浓 以及鸡汁的那个精华才会出来 卤至30分钟后继续焖煮入味 接着起锅放凉 锅成鸡丝调味 不管是凉拌或去骨都很开胃 继续上这部分呢 就会加上我们的小黄瓜 凉拌的菜一定要加点打算 然后这样就是适量加一点 最主要是我们这个 我们自己特制的那个凉拌的酱 然后稍微把它抓匀 一道又一道繁复的手工 是道口烧鸡好吃的秘密 同样也是独门功夫菜的红烧狮子头 更是店内另一项超人气商品 捏碎啊 这样子 捏碎啊 把它挤干了 因为水分太多不行啊 太多的话你会甩不出那个形来 它会跟它麻糬一样的 你知道吧 所以我的力气不大 因为我年纪太大了 把馒头泡水挤压出水分 准备与内馅一起搅拌 膨胀后的馒头激励 使肉质变软 综合出绝妙的性嫩口感 我们从大陆来的嘛 大陆来的时候 那时候也很穷嘛 很穷 妈妈也不会做 后来因为结婚了嘛 那个我们是眷村的孩子嘛 眷村孩子 小孩子啊 那个时候没东西吃 我自己研发出来了 我不喜欢吃那个 黏黏的那个丝头 所以我就自己 这样加起来还不错 接着把馒头 看葱末 姜末 素素 跟黑猪后腿肉均匀混合 依序加入盐巴 鸡蛋和酱油 来制作狮子头 秘诀就在手劲的力道 你才讲太白粉 我是没有加 因为它加的话 它是比较好 比较好固定 那我们不加那个 就比较辛苦 要甩甩甩到有粘性 从底下挖 用力杂 狠狠杂 想要做出弹牙狮子头 拍打功夫可不能省 你看像它这个 一定要手工的 它用机器的话 你搅搅搅有那个热 然后你这样揉它揉它 所以它就比较好吃 要够味就得够力 把黑猪肉的胶质 全甩出来后 再灭出一颗颗狮子头 下锅油炸到成型 最后放入锅里焖煮 它这个真是公布菜 因为这个没有什么诀窍 要给它甩成这样的形状 就给它甩成这种形状就好了 不要炸太久 只是炸一个颜色而已 260 那四头等两个再放冰箱 起锅后的狮子头 洗饱汤汁 鲜 香 Q 软 鞋业近30年 重启烧鸡和狮子头生意 让老客人都可以尝到 这令人怀念的滋味 其实主要不是 稻口烧鸡这个东西的传承 其实主要是我妈妈的 味道的传承 对 因为稻口烧鸡 我相信其实很多地方都有 那每一家味道 其实都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 最重要的是妈妈在里面的 她等于算是一段历史 一段故事 从好到大 她给我们的一个味道 的一个感觉 所以希望能够把这个 能够延续下去 第二代接手 故好品质 也注入年轻创意 陈亭义和吉珍炉 用心守着家乡烧鸡 不让老味道就此消失